今天你一開始如何見識到這個藝容燈 我爸爸其實也是做藝容燈這個工作的 他就是做安裝的部分,即是組裝的部分 出到棚架上去組裝藝容燈招牌 連接電線、火牙和那些東西 在高空工作就很危險 我爸爸覺得那年我放暑假的時候 就叫我在工場裏面做藝容燈這個工作 從那時候就開始做藝容燈這一行 首先要一個是一比一的圖 一比一的圖的意思就是 將來那個實物是多大 我們那個圖、紙圖就要多大 例如一個…你可能看到街外有些字 很大, 整層樓那麼高 兩、三米高的字 那個圖我們都要這麼大 我們拿回來, 當然在工場的桌面很小 我們會把它剪開來 剪到剛剛桌面夠放的位置 就逐部分去做 之後我們就會跟那個圖形去屈 那個藝容燈, 每一件的藝容燈 兩邊都會有一個電極去通電用的 我們就接上那個電極 之後就跟著將那件藝容燈管 加熱之後增胸 再入適當的氣體下去 完成了那件藝容燈管就可以了 之後的事就交由安裝師傅 將它帶到現場去安裝、組裝了 譬如這些這樣, 這個可以拿著 你不要拿著絲圖也可以 紫色的? 對, 沒錯 看到嗎? 其實這一層粉就是顏色 它是什麼顏色 它就是將來穿出來就是什麼大顏色 這支是什麼顏色? 這支是什麼顏色? 藍色 藍色, 沒錯 那你做的時候會不會試過做雙手? 藝容燈是用一個高溫的火燒熔的玻璃 去屈曲而成的 我們等它完全冷卻放涼的時候 就可以碰下去, 就會燙到手起泡 另外一樣就是藝容燈是玻璃 它有很多玻璃碎片的時候 都會很容易戒損手的 你覺得你的作品會不會是全港第一? 不會 因為第一這件事不會是自己給自己的 有人會喜歡我的作品 但是有人會喜歡其他師傅的作品 所以沒有第一的 不用這麼介意遞不遞這件事 尤其是手工藝品 每一個師傅做藝容燈 都有他獨特漂亮的地方 我們要懂得欣賞別人在哪方面漂亮 去吸取別人好方面的經驗 拿來讓自己再去做藝容燈 所以藝容燈是沒有比賽的 那哪裏會見到你的作品 有時在街上都會見到 但是現在在街上出現的 藝容燈招牌已經不是那麼多了 你們都容易會見到的 那個就是譬如 那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作品 是放在展覽場地去用 不會說在街上好像一個招牌 都會有 但是不多 藝容燈是香港的特色 但是藝容燈越來越多 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可惜當然會有 因為自己從事這個行業 都三十幾年 但是我們不可能 將一件事自己喜歡的 就永遠將它保留下來 我們會適應時代的變化 它不可以做一些大型的戶外招牌 可以將它縮小了 放在室內做一些燈飾 甚至乎是藝術品 都還可以保留藝容燈這種工藝 謝謝胡師傅 謝謝 謝謝